話題來關心有民眾買了一本書 叫阿共打來怎麼辦 結果阿共真的打來了 他接到一通奇怪的電話 楊小姐投訴日前在成平網路書店 買了一本書 結果疑似各自外洩 他接到一名假冒失調人員的電話 詢問他關後感 還不斷跟楊小姐強調 中共的軍事實力強會武統台灣 讓當事人質疑根本是任職作戰 他沒有騙我各自 他只是要問我關後感 就是從來沒有聽過有這種書局 還會打回來有這種售貨服務 實在覺得吼氣又吼笑 怎麼也沒想到在成平網路商店購物 各自會遭外洩 但 當事人買了這本書 阿共打來怎麼辦 沒想到真的接到中共打來了 卻不是你想的詐騙電話 你知道你說你們這邊是成平嗎 對 對這個應該對中國方面 覺得你是應該不知道 因為現在中國方面 他的電視是很強的 我們台灣這邊根本就抵擋不住他們的進攻 說是成平試掉電話 但內容卻像大外宣 三句不離武統台灣 分明就是假冒的認知作戰 按我的理解 台灣本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民進黨那邊 如果民進黨再進去當政的話 那中國更進入武統 這一次他不是要炸你財 他居然是直接想要跟我認知作戰 不只是試掉 因為他不是調查 他已經是洗腦了 阿公啊這個其實早就打來了 就是中國黨里應外合 聯手打這個台灣的選戰 選舉年將近 統戰新手法難必 但書衛部出手要查源頭 成平各自外洩 發聲明要求成平 周一提供資料前來說明 成平則回應 持續強化資安防護 並定期提醒客戶 只是買本書了解 中共打來怎麼應處 也得先提防 統戰招數 無孔不入 這次是張雲姐也太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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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請問 我去做雲姐姐